全球大腕吞赴北京电影节 为的自然是自家的新片 杜琪峰和赵薇就携手来为俩人首度合作的电影 三人行站台吆喝来了 希望多一些演员像你都好了 希望他发好光 他的作专旁边一直在当 从来不有缺一部大导演 其实拜我非常好 你不是一天 只一部电影就是这样子 众所周知 杜琪峰对镜头的真实感颇有要求 在这部戏里 一方面要考验脑科医生赵薇的专业素养 我演的是个脑科医生 还是一个差不多主管这样的 路导 请了 真正的脑外科主治医生 来到我们平常在现场所有的 我们的器具也都是跟真的医院一样 光练习就练习了差不多快一个月 就每天在开刀做手术开刀做手术 然后后来我们一群演手术室的演员 真的有跟大家聊天说 我说我们全部从中到尾都特别清楚了 而且可以就是完全做一场手术 我们应该出去接活去了 另一方面拍到挨打戏分的时候 就更要命了 江老师说我被他耳光抽的已经快进医院了 我都忘了自己是医生了 我看到你拍完响戏 我说你怎么了 你自己 我不是真的胖是被打扮了是吗 然后小娃娃的耳朵给他摇成猪耳朵的音乐 我能模仿一下他的动作 那次于就是 然后这样摇完以后 再看到他他两个耳朵 就像两个人的耳朵了 然后这里就是开始 然后变了两只耳朵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还到医院去把那个脑都放出来 把两人打成这样 谷天乐还不忘炫耀自己的一身肌肉 真是让人气不大移出来 他浑身都是肌肉 但是他去不游 他说他从来不去健身房 我听到 他就是一只手 我告诉你 看到我们这个人 没有运动吗 没有上街在房 停止酸溜溜的语气 看来三人在片场可没少争锋之错